我谁肯带过他那些字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工作流 那么这是一个产品工厂的一个工作流 那么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当然我也相信 有些人会拿到这一个工作流之后 就是去卖钱 我都是知道这些情况 然后我把这一个工作流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首先这一个工作流需要下载一些东西 比方说这个东西 你要把这一个给他模型给他下载 然后他目前好像是不支持这一个SDXL的 所以说他目前只有这一个1.5的这一个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全是1.5的对吧 然后将他这里这个东西放到这里 这个目录 放到这一个目录之后 你有可能还会需要下载一些其他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点一下再说 然后讲一下你这一个工作流导入进来之后 会有很多错误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会报错 首先你要点击这里 将你这个报错的这一些东西全部给他安装 那么我现在把所有的这个错误全部解决了 所以说我没有这个报错 然后如果你缺少什么模型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搜索 比方说我想下载这样一个对吧 控制器 然后SDXL的一个控制器 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对吧 这一个 你可以点击这个下载进行一个 将模型 将这个控制器的这个模型进行下载 当然这个秋叶它这个软件 Confer UI里面也是集成了这样一个扩展安装的 比方说你在这里可以在这里搜索 你缺失的一个插件 因为你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它会在这里显示一个宏 然后这些宏宽内容都是一些缺失的一个插件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你的这个缺失的一个插件名字进行个安装 那么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就是可以在这里也是可以通过这里 也是可以安装的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础使用方法 那么首先你需要将你的这个人物 将你的这个大模型 就是1.5的这个大模型选择 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真实系的一个大模型 那么它是一个1.5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看 这其他的我们设置我们都可以不用改 然后在这里上传你的这个商品图片 那么这里是大小 那么现在是1024乘以1024的一个尺寸 然后在这里选择你刚才下载的这一个罗拉 然后这个罗拉的名字是在这里对吧 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进行一个下载 然后它这个工作流是加入了自动去背景的这一个流程 所以说你不管是什么图片 它都能自动的给你去除背景 你不用去PS上抠图 在这里输入你的正面提示词 这里输入反面提示词 也就是负面提示词 然后其他的东西你可以不用管 然后这里是一个总值数 你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以及这样这里是一个采样器 你都是看你自己需不需要调整 不需要可以就是直接一键出图 那么出图后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最开始你拿到的工作流 这边它是有很多都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按钮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也就是这样的 你需要手动的将这些开启 那么它这边是什么类伦呢 这边就是一个高清放大的一个功能 你需要使用的话你就开启 你不需要使用的话你就关闭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creator这个软件 进行一个放大 那么放大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张图片给它导入进来之后 使用这个creator AI的放大功能 那么你这个模型必须与你生成图片的模型是一样的 以及这个正面提示式反面提示式 以及这个控制器 你必须跟这个configui设置是一模一样 然后提示式也是必须是一模一样 以及你控制的一些罗拉 就是你configui是用什么罗拉制作的 你这里也要用用这相同的一个罗拉 然后设置上就是这一个设置你可以自己一个调整 然后这一个你必须设置为一个最低 那么这就是一个creator AI放大的一个方法 那么它是这里是集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你可以选择一个SDXL的一个大模型 进行一个放大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给它打开 就是把这些功能给它打开 放大的功能 然后你这一个它有两个增加了两个罗拉 当然你不用的话你可以给它pass掉 然后这里是一个提示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它这里就是输入一些简单的一个提示词 以及这个负面的你可以自己输入 然后这里是一个放大模型的一个设置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这里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进行一个选择 比方说你用深度图进行放大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用这一个线稿也是可以的 当然默认情况下是这样一个 你可以使用这个SDXL的一个放大模型进行放大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现在选择的是这个SD1.5的一个放大模型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张放大后的一张图片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那么它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效果很模糊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放大的这个效果对吧 就很高清 然后你可以右键将这一张图片给它下载 那么下载完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它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一个4K 也就是4090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这一张原图的话是一张 这个800乘以800像素 也就是说它放大了4倍左右